新北市長朱立倫出訪新加坡的第二天 到了旅展來推銷大台北 當地民眾是熱情的向朱立倫大喊總統 但是除了旅展之外 朱立倫還有其他不公開的拜會行程 到底會不會探望前總理李光耀 或是其他的政界高層 一舉一動都以人猜測 半年次的新加坡旅展3月6號正式開幕 而台灣當然也沒有錯過 不過為了拼觀光 新北市也自己獨立出一個攤位 還派出了市長朱立倫 一人一個鳳梨蘇連新春紅包 也帶來新加坡一起發 到新國跟民眾互動零距離 朱立倫親切感十足 你們有在台灣嗎 趕快趕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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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與朱立倫熱情合照 雖然當地民眾大多不認識朱立倫 但是朱總統這個呼聲 確實連新加坡也聽得見 不會啊 朱總統 不會啦 這個大家希望的 就是第一個過年說好話 大家也是希望我們把新北市政做好 訪新行程來到第二天 除了跟助行代表旅展合作企業吃飯 還計畫見誰 朱立倫手口如瓶 還有一些朋友嘛 要見一見 然後總是希望更多的好朋友 希望大家都更了解台灣 上午的旅展行程結束後 朱立倫直接上車返回飯店休息 這位國民黨新任主席 又是黨內2016呼聲最高人選 到新國會不會探望病中的 建國總理李光耀 或是政界高層受到密切關注 越南TV 林文雄 黃玉成 新加坡報導